现代的社会趋势是智慧型手机取代了按键式的传统手机 因为科技的发展迅速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 3D产品也渐渐的融入居家生活 本作品制作的概念就有此产生 也代表着智慧家电的蓬勃发展 使我们的生活与科技的结合增加了许多便利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我们专题所制作的智慧型灯泡 来听你来 首先我要先介绍我们需要用到的设备 桥接器 路由器 网路线 还有一组灯泡 和自行制作的灯罩 我们会需要用到灯罩是因为灯泡太亮 所以我们自行制作了一个灯罩 好增加作品所展示的能见度 我们现在要开始架设我们所需的设备 首先先让网路线将路由器和桥接器连接起来 然后把灯泡和灯座组装起来 插上电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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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色 蓝色 和红色 都可以依自己所想要的色彩来变换 接下来是摇摇了 它可以轻轻换动手机 即可变换色彩 更可以炒乐派对上的气氛 最后进入我们制作音乐模式 它可以依照音乐的政府高音来自动变换色彩 使心意可以更加的放松 以上就是我们所制作的专题 智慧型灯泡来听引来 希望评审和老师们能喜欢我们的作品 谢谢大家 拜拜